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 HKCE1992年的Paper 2第45條的MC 事不宜遲先看一看題目 他就說若果現在咖啡A和咖啡B 就以這個X比Y的比例去混合了 即是有兩隻咖啡混合它 現在X比Y的比例去混合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現在A和B就是X比Y 有圖有真相 不如我用紅筆在這裡記錄下 螢光幕的右上角 好嗎 A和B就是X比Y 好了 他就說A的原價就是50KG 一邊看一邊記錄 之後他也繼續講下去 A的原價就是50KG 若果A的價錢增加10% 即是增加10% 我就在想 如果它增加10%的話 即是價錢現在變了多少 我一邊看題目一邊想 你50KG增加10% 即是50乘以1加10% 即是50乘以1.1 你便按數機 那我按一按的情況下 這個就是55元 per kg 即是55元 是吧 由原先50元一公斤 便變成55元一公斤 OK 好了 接著B那個呢 他有講的 這裏就說原價B的咖啡 就是40元 per kg 就是我在這裏錄下 就是40元 per kg 那他就說B那個價錢 就減少了15% 是吧 那就是說他搖身一變 就減少15% 就是40乘以1-15% 那就是40乘以0.85 是吧 所以其實在這裏一出 按價數機 就是34元 per kg 那他就問 就是說 那圖像化它 全部都在這裏 不再看文字 那他就說 若果它混合完之後 那個價錢是維持不變的 那最重點是這句 那我拿回一支螢光筆 不如 黃色吧 他就說 混合咖啡每公斤的價錢 就維持不變的 他就叫你求求X比Y 對 他就說 the cost of mixture per kg remain unchanged 是吧 這個黃色部分 所以好了 事不宜遲 那我馬上來的了 那我按下 按下 藍色筆在螢光幕的左邊 開始計算了 我當它這樣寫給你看 那由於 它就說 價錢維持不變 是吧 那 before 就是你混合的情況下 就是 未起價之前 是吧 未減價 未起價之前 一個個就是 50元 per kg 另外一個就是 40元 per kg 所以在這裏 我在想 它那個 mixture 那個價錢是多少呢 就 當然 你有 X這麼多 我會這樣看 我就會將 我給點顏色 讓你舒服一點 那我就會將 50 就是 50元 per kg A公斤 你就當它有X這麼多公斤 當著先 就是50X 好了 就再加了 就是 就是 到你想一下 有幾多個B 那 40元一公斤 B那些 咖啡 是吧 而它 現在就是 你當它有Y這麼多 就再 over X加Y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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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 就會是 等於 甚麼呢 你未起價 未減價之前 就是這樣的價錢 等於 你 甚麼呢 就是 起了價 減價之後的這個價錢 它們的mixture 價錢不變 所以在這裏 就等於 我會這樣寫 就是 55 而你 咖啡 A有 X這麼多 這麼重 是吧 再加上 就是 34元 而你 咖啡 B是有 Y這麼多 是吧 所以其實就是 乘Y 再over 它的總重量 就是 X加Y 當然 就是 這個位置 就是 X加Y 再加上 全顏色 希望你更容易 為甚麼我可以寫到 這條等式出來呢 原因 全憑的 就是 黃色的 一句 說話 題目裏面 黃色那句說話 我都描述給你 讓你 容易跟 我在做甚麼 溫習的時候 都舒服一點 黃色描述 好了 所以在這裏 我不再用色 如果你這樣做下去 左右兩邊同時間 乘X加Y 那那份 沒有就沒有了 左右兩邊都 這個就是 50X 再加40Y 就會等於 55X 再加 就是 34 Y 換言之 將 50X 就調到旁邊 減50X 所以這邊 就剩下 5X 好了 等於甚麼呢 這邊有個 34Y 調過來 變成 減34Y 所以 40Y 減34Y 即是6Y 終極答案 都呼之欲出的了 當然 當然 留個 X 在這裡 將 乘Y 然後 留個 6 將乘5 變成 5 所以 換言之 左右兩邊 倒轉的情況下 等好 兩邊倒轉寫 是不是 比就是分數 分數就是比 所以 其實現在就是 看到了 X比Y 理論上就等於 6比5 OK 行不行 當然正確答案就是這個 6比5 見到了 是C 行不行 好了 查一查看大家 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 到這裡 OK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